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正 歡迎加入阿正的廢宅小圈圈 繼上次介紹狂賭之冤之後 本集要繼續跟大家介紹冰編美波演出的電影作品 開始之前一樣請大家把滑鼠移到螢幕右下方幫我按個訂閱 今年年初在台灣上映的漫改電影約定了夢幻島 除了冰編美波之外 還加入了北川景子和渡邊池美共同演出 本劇的漫畫版在全球熱銷超過2500萬車 日本上映的首周標榜更高達3.7億日元 劇情敘述在2045年 人類與鬼達成協議 在鬼的世界設立孤兒院 養育給鬼享用的食用兒 因此孤兒院就被稱為所謂的農場 而北川飾演的正是農場的管理者媽媽 邊邊則飾演15歲的育幼院兒童艾瑪 某天媽媽生生6歲的柯妮即將被收養 艾瑪和諾曼發現她離去時忘記帶她心愛的娃娃 追到大門之後發現柯妮實際上已經死亡 在偷聽到周圍鬼的談話之後 靠著雙面間諜雷的協助之下 逐漸了解這個世界殘酷的真面目 劇情設定艾瑪是個頭腦清晰 伸手繳結的知憂生 但對於平時文靜內向的冰邊來說是個大挑戰 需要經常做出爬速跨欄等有相當難度的動作 另一方面 全劇演員多數都是小孩及青少年 在孤兒的角色群中 19歲的冰邊也成為年輕最長的演員 從幕後花絮中可以看出 除了冰邊之外 北川景子、渡邊子們以及劇組人員 時時刻刻都在呵護這群兒童演員 再來是2020年在台上映的推理劇 《屍人莊殺人事件》 改編至在日本獲獎無數的同名小說 由冰邊美波以及神木龍之界單綱主演 共演陣容包括中川倫野、三田信奈 以及古川雄歸等人 目前可以在MyVideo和Friday影印上線上收看 劇情描述熱愛推理小說的大學生葉春 首推理小說愛好會的會長 明智公介任意擺佈 兩人自詩是學校的福爾摩斯和華森 解決校園內的各種事件 某天 冰邊飾演的比劉子向兩人提議參加陰顏色的核樹活動 因為他看到一封神秘的恐嚇信 預告將在核樹中行凶 當山人抵達核樹的地點之後 遇見各種形形色色的訪客 然而在呈現密室狀態的山莊內 卻發生了一件件驚悚的殺人事件 同樣是2020年上映的真人版電影 交錯的想念 改編至同名漫畫 是作者校版依序的青春三步驟的最終章 由冰邊美波北村降海赤楚威厄以及福本栗子主演 這也是冰邊和北村記我想吃掉你的遺葬之後再度合作 故事描述福本飾演的高中生誓言尤奈 與冰邊飾演的朱里成為好朋友 在疑似的意外中 尤奈發現自己愛上了朱里沒有且緣關係的弟弟李央 殊不知對方的心仪對象正是朱里 而尤奈的青梅竹馬合成 卻似乎也對朱里漸漸產生好感 本劇透過四名高中生描述彼此的友誼 以及逐漸發展出來的情愫 帶出兩名女主角截然不同的感情觀和個性 在成為朋友的過程中 也慢慢彌補自己的不足 2018年推出的電影《老師君主》 是由冰邊美波以及竹內梁真共同主演 搭配川榮李奈、佐藤大帝以及辛酸優愛共同演出 當年在日本上映 票房也達到12.3億日元的水準 目前也可以在MyVideo和Friday影印上線上觀賞 劇情描述告白七連敗的戀愛狂高中生佐丸雅游夜 再一次的巧遇中邂逅了新來的數學老師洪光遊貴 在相處的過程中 雅游夜不知不覺的被吸引 儘管洪光無動於衷 雅游夜還是說出了一定會讓你愛上我這樣大膽的言論 沒想到洪光竟要他放馬過來 兩人因此展開了一場戀愛攻防戰 而就在兩人關係逐漸明朗時 青梅竹馬和音樂老師卻又加入戰局 本劇的主題曲是由Twice演唱的I Want You Back 在電影公司釋出的彩蛋當中 邀請演員群和Twice一同共舞 因此可以看到冰編美波和周子瑜同框的珍貴畫面哦 最後的壓軸 當然是冰編美波的成名作 我想吃掉你的遺葬 與北川降海共同主演 搭配小烈群以及北川情子打造經典的催淚純愛電影 本劇在2017年上映 日本票房達到35.2億日元的高峰 同時也讓當年17歲的冰編美波一舉爆紅 目前本劇也可以在My Video上收看 劇情透過一本日記 穿越兩個時空以及三個角色之間的情感羈絆 描述想活卻即將離世的女主角 除了家人之外 唯一知道病情的人卻是班上最沒存在感的圈圈同學 兩人在不知不覺中 成了不是閨蜜也不是情人的友好關係 小烈群飾演長大之後的男主角 透過與學生的交談 扮演旁白為整體劇情穿針引線 也逐漸找出女主角當年想對自己說的話 預告片中也明白表示 看到最後 你一定會為我想吃掉你的遺葬而落淚 除了上述的作品之外 冰編美波也分別在亞人 零作的怪同學以及阿基彼特大戰當中 與佐藤健和堅田將會有精彩的演出 礙於篇幅的關係沒辦法和大家一一介紹 而上述所說的三部電影 目前同樣可以在MyVideo上線上收看 就請大家細細體會 下一集將為大家帶來冰編美波的電視劇精選 以上就是本集的全部內容 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也請訂閱、按讚、加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正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